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用很科学的方式来看待 现在台湾的疫情 其实在全世界来讲是最严重的 我们当初对于机师工会 其实确实给予了极为严格的一些措施 理由很简单 当时我们是决战境外 我们是希望把所有的病毒都隔离在境外 但是现在请问一下是境外比较严重 还是境内比较严重 是应该国外的人怕我们的机师 还是我们怕机师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持平的讲 当我要谨守国门的时候 那我要对不起 要跟机师们说对不起 真的让你们辛苦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 其实刚刚好倒过来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限制自由 其实就会过头了 那我其实最近有一点难过 就是我看到不断不断的放宽 他当然可能有一点是 就是放手了 没办法了 躺平了 没招了 可是你知道他真的让我觉得 他就是要用急巡军的方式 让疫情很快的跑到最高峰 要很快速的把他跑到最高峰 希望在年底的选举之前 他就这件事情就已经云淡风轻了 所以刚刚这一个翁医师所绣的图 他希望干脆像香港的那个图 你就像是一个冲天炮式的 这样子把那个确诊的人数往上冲 反正冲到了一定程度了之后 他就自然的群体免疫 你现在看到他的居隔测措施 已经是松到了整个办公室里头 你只要用九宫格 对不对 然后呢 真正要隔离的人 只剩下同住家人 你就知道他要放任病毒到处跑了 那其实不是不可以 为了大家正常生活 只是说你要准备好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去接住病人 才不会造成医疗崩溃 也不会造成我们太大的性命上面的损失 那有三道关卡 你必须要守得住 快筛我都已经懒得去说了 第一道关卡 是刚刚发病的人 你要立刻能够有能力去辨别 谁是高风险人士 这个其实在国外有很多的研究 就立刻可以知道 包括年纪 包括他的慢性病 还有包括他的很多的一些症状 这样子 你要能够第一时间区别高风险 他即便无症状即便轻症 你都要立刻投药 因为这个可以使得他不会转为中重症 那即便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转成中重症 那第二步就是你必须要在轻症转为中症的时候 立刻接住他 在很短的时间接住他 因为当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呼吸上面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其实速度是很快的 我们其实看到 不管是台湾自己的例子 或者是国际上面的例子 刚刚翁医师提到 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这样的例子 其实就是他很快速的从轻症转为中重症 那这一种你能不能很快的接到他 第三个当然就是中重症的治疗 这三个关卡 其实他都需要大量的医疗能力 轻症的时候你要开药 你要有视讯的医疗能力 那你要转成中重症的时候的判断 你要有医疗能力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要放任病毒了 这边讲确诊到昨天28万 今天32万 送药不到2000分 我相信今天也了不起2000多一点 你那个药 你到底抓在手上干什么 也不给 所以你不给 而且这个药是五天之内 就跟那个客流感感冒一样 你立刻要吃的 你不吃就变了嘛 就没有用了嘛 对不对 那当然他药可能也不够 他也不敢 另外他也不信任 这些基层医疗医疗单位 所以抓在手里面 那你到底干嘛 这些药到底怎样 其实我最近脸书 在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做 是快筛阳性之后 再去做PCR确认 我说这个是完全最错误的做法 我最近看蛮多的 那个确诊的患者 因为我们视讯看 我问来问去 没有人能够再发病 第一时间就验出阴性 他就验一天阴性 好不舒服 发烧 咳嗽 受喉嚨痛还是阴性 第二天还是阴性 一直到真的 稍得受不了头很痛的 终于验出阳性的 我就问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急诊呢 他说因为政府说 你没有快筛阳性 不准去做PCR 我就说这些抗病毒药的黄金时期 都是四十八小时 虽然说我们 paper 可以让我们到五天内用 但是原则上越早用越好啊 可是你看你这样发病到好几天之后 哇 你完全等到确诊 再等到行政延迟 拿到药早就都超过五天了 所以我们空买了一堆药 花了好多钱 但是这堆药再给这些患者吃 没有发挥效果 只有我们的中重症率还是下不来 所以快筛阳性才能做pr是完全错误的 你应该是快筛阳性适同确诊 然后把所有的PCR量能留给快筛阴性 但是他高度怀疑 他有症状 而且他有接触时 对 而且是脆弱族群 特别是要开通道给这些老人 幼童 他明明就应该是确诊 但是快筛阴言不出 所以快筛阴性才赶快去做PCR 才是对的 所以我们怎么会一直政策上 或者甚至连医学上 都做完全相反错误的事情 我实在是很纳闷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